在韓國藝人光鮮亮麗的背後 往往有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心聲 從出道前的咬牙圓夢過程 到出道後要接受全世界的指指點點 甚至不管做得再好 都無可避免要面對網路酸民的攻擊 今年隨著中炫雪莉聚和拉結連離開我們 藝人的心理健康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 和中炫雪莉感情都非常要好的泰妍 在那之後心理狀況一直都讓粉絲很擔心 身為少女時代隊長又常年受到黑粉騷擾 之前在社群網站上公開了自己受到憂鬱症所苦的事實 一度將頭像換成了全黑照片 YouTube停更了好一陣子 幸好經過治療後她也慢慢恢復健康 看似愛情事業兩得意的炫耀 也逃不過憂鬱症的侵襲 早在2019年就曾自暴凌和憂鬱症和恐慌症 但因為怕沒人找她工作所以不敢說 在2020年時更因為心理問題 在回歸前不久宣布暫時延後發歌 說述公司表示因為炫耀的憂鬱症 她迷走神經性昏厥復發 基於保護藝人的立場 判斷她需要充分治療與收養 好在近期的她也逐漸好轉 而境遇驚傳在去年入伍的泰明 因為憂鬱症恐慌症惡化 必須改以補充藝的身份來服藝 還有同期軍人跳出來補充 泰明即便吞了6-8顆助眠藥 也常常作噩夢睡不著 但即使再累也總事先照顧別人 在最後分開的時候 泰明還鼓勵她要加油 消息一出讓粉絲網友都十分心疼 希望泰明可以好好修養身心 除了她們之外 秀志和江丹尼爾也曾公開患猶豫症事實 宋敏赫恨禮卷則曾受恐慌障礙所苦 Twice的Mina和定妍 以及正恆敦則先後 因為焦慮症佔別舞台和螢光幕 這麼多心理疾病的例子 實在讓人心疼又無可奈何 希望大家都能身心健康 真的是粉絲最大的心願啊 詞曲 李宗盛